最得宠的两个瞬间吓得花容失色 眼看刘邦拔出宝剑 更是大气也不敢喘 生怕自己命丧当场 但刘邦却不紧不慢地伸出双手 两个寡妇一左一右 扶着刘邦进了寝宫 可及坏了身后的弟兄 整整三天 刘邦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把咸阳当成了自己主宰的天堂 不断把所有金银财宝都塞进自己的腰包 还派兵死守进关通道 不许项羽进来 刘邦已经彻底飘了 他以为自己早已摆脱项羽的掌控 既然先占了咸阳 就应该按照约定把这块地封给自己 他又有人又有钱又有粮 只要把大门一关 即便是西楚霸王也拿他们一招 可刘邦却根本没把张良的话放在心上 可就在张良心灰意冷准备离开刘邦的时候 刘邦却突然做了个噩梦 一下就开窍了 他赶紧叫来所有弟兄宣布撤出咸阳 粮食 武器 金银财宝都封装打包 仓库宫门也都贴了封条 还第一时间给项羽写信道歉 但项羽早就火冒三丈 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 项伯怕好朋友受连累 于是悄悄来找张良 劝他赶紧跑 没想到张良不但不跑 还领他去见了刘邦 话音刚落 刘邦就来了 但他却并没有对项伯出手 而是跟萧和唱起了双簧 萧和不由分说 就把项羽一顿臭骂 指责他背信弃义 是个十足的小人 刘邦强调一定有人挑拨离间 否则咱项羽老大哥 绝对干不出这事 但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 刘邦也要死个明白 打从静观以来 自己秋毫无犯 珠宝 钱财 美女 一概没拿 只等项羽进城接收 就连说好的 先入观者为王 自己都没当真 完了扭头你们就要杀我 刘邦精湛的演技 让项伯对他深信不疑 立刻回去禀报了项羽 于是项羽决定暂不出兵 而是设宴叫刘邦前来对峙 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 再杀他不迟